冰棒速冻流流汗是什么? 一种流汗带闪现出冰痕之卧 搭配极寒风暴冷静之靴 在满减冷却的同时 打出无限减速控制的脏套路 只有多强上赛季50局 打到省排名第一 大家好我是熊月在校外 这是一局王者46星排位赛 明文和出装在视频最后 大家看完可以去备战里改一下 上分就跟喝水一样简单 常规开局学习一技能之后 加点主一负二 因为这局对面中魁辅助 所以我们清完线 就来帮蓝联王挡中魁的钩子 一技能击飞疯狂普攻留住他 银阵补足伤害 蓝联王打完蓝 二技能命中减速 继续配合银阵打伤害 最后蓝联王送他回家 这边暴君快刷新 蓝联王隐身发现赵云位置 李源芳配合赵云打残两人 我们一技能加速支援 二技能送赵云回家 之后左卫躲技能 一技能再带走中魁 游戏进行到第三分钟 卡中路左草一个视野 等中魁露头出钩 我们一技能爆扣 空一下接大招 疯狂普攻 打出减速 加入二技能送他回家 大家玩刘善要记住一个点 我们开大招的时候 是可以加入普攻和一二技能的 并且加入普攻 可以不断减速目标 之后出到冰痕之卧 可以打出双重减速 目标基本上是寸步难行 这边来帮李源芳压一下 马可波罗的防御塔 存一技能躲开马可技能 直接消耗防御塔 大招消耗防御塔 同时尽可能也要命中马可波罗 二技能CD控一下防御塔 让蓝绫王进场之后 一技能送走防御塔 并回雪加呼盾 抵消掉马可伤害 蓝绫王祝他幸福 刘善这个英雄 虽然看起来很笨重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细节 让他变灵活 例如分解技能扛塔 或者边扛塔边打出控制 千万不要盲目吃伤害 这边满血赵云中魁来推塔 蓝绫王想冒险把兵线推掉 那我们中段回程配合一下 提前开大一技能闪现 秒掉中魁之后 大招普攻减速赵云 赵云撕血浸草 我们走到他身后 直接抬走 对吧 这种玩法又肉又有输出 并且技能冷却还短 基本上就是无限控制 所以说大家耐心看完这个视频 把明文和出装放在备战里 上分真的就是有手就行 有很多玩家不明白 为什么我的流扇要带个闪现 现在不是都带干扰吗 这个其实是要看阵容的 例如你们家有开团的英雄 爆发高控制多 你可以带干扰 基本上就是速推 但是像这局 对手有蛮可波罗 我们家缺少开团的英雄 如果正面开团 我们肯定扛不住马可的伤害 而且对手还有个小桥打控制 带闪现的好处就是 可以一闪或者二闪开团 并且马可突然大招进场 我们也可以一技能闪现 直接打断 不至于被他放纷阵 像这局的马可就很聪明 带了个进化 但是没什么用 刚那一波 我们一技能控制被免疫 但是放二技能的时候 他进化时间就已经结束了 流扇克制的英雄很多 像这局的钟葵 马可 关羽 又或者其他对局里的猴子 对手只要拿出这些英雄 我们基本上就赢了一半了 重点提一下 流扇一技能 不会被猴子一技能免疫的 因为流扇一技能算强化鼓攻 这边准备集合推中路 蓝绫王先手秒掉小桥之后 我们一技能加速 提前开大招 二连控配合队友 送走赵云 这时候我们已经出到 兵横之卧了 关羽开击跑 绕后切到迎阵 我们开击一技能加速 击飞二技能再控一下 迎阵不走 那肯定没了 减速对关于无效 我们开一技能闪现到他面前 让他顶我之后 一技能二技能送他回家 对吧 这就是闪现的好处 流扇这个英雄 虽然有一身控制 但是没有位移技能 就相当于没有开团的契机 随着段位的提升 对手是不可能 让你走到他脸上打控制的 面对一些比较灵活 位移英雄多有加速的阵容时 带闪现往往可以提升 我们的操作上限 把控制技能打满 来到上路 钟葵追击蓝绫王 蓝绫王反打 我们一技能进场击飞之后 开启大招 此时队友赶到 迎战带走钟葵 吕布送赵云回家 这边还有个小桥 一技能普攻击飞 帮助吕布完成收割 向中路进完流扇 我们可以存一技能的强化普攻 打出击飞 原理跟亚瑟的双沉默 猴子双二技能一样 就是开一技能加速 你先别普攻 等一技能CD好的时候 再打出AEA就可以了 这边中路爆发团战 观察我们李源芳位置 进场一技能普攻击飞 关羽二技能夹一下 开大招送他回家 之后赵云大招砸地板 小桥闪现月塔打了个静默 我们一技能闪现 普攻打出马可进化 这时候千万不要慌 我们西瓜走位 外加一技能护盾 完全可以跑路 马可虽然打的都是真实伤害 但是我们技高一筹 加的都是高额生命值护盾 想瞄我没那么容易 来看最后一波 关羽偷袭 换掉我们李源芳 这时候旅度立功了 大招控了两人 我们一技能进场 击飞中葵 二技能夹住赵云马可 大招秒掉马可 之后走位躲一下控制 中葵出攻 命中吕布开启大招 我们一技能进场 秒掉防御塔 同时打断中葵大招 吕布送他回家 这时候对面紧趁赵云 等他跳下来 二技能直接夹住 队友集火瞬间秒掉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什么英雄 比较克制流善 听说点赞的朋友 今天打排位赛会试验生哦 我的名文是 10宿命 10引力 5阴眼 5回身 装备 急引 冷静之靴 冰痕之卧 魔女斗篷 急寒风暴 霸者重装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